大家好,我是主持人Gogo 今天看广告学泰文又为您带来什么呢? 就让我们一睹为快 Go! Go! 我们先来看看这次的广告内容吧 大部分的泰国人吃饭一定要调味道 直到感觉美味才行 却不自知正在冒着产生各种疾病的风险 如果我们能减少吃重咸和重甜 但又觉得不太好吃 那如果试着坚持做三个星期看看吧 慢慢的感觉就会变得很美味呢 然而此时试着再像原先那样的调味看看 诶?怎么变得太咸了?不美味了? 所以我们要减少调味、减少小腹、减少疾病 以上就是这个广告的内容 在这个广告中我们可以学到八个单词 一起来学学吧 重调味的 调味 感觉不难吧 那现在就跟着狗狗一起念 泰国人 调味 如此 感觉 好吃的 美味的 疾病 咸的 碗 甜的 空 小腹 大家都会念了吗 好棒啊 现在再让我们看一遍 这有趣的广告吧 别忘了在课后 我们有个小测验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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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 对 所以 今天的小测验是一个是非题哦 题目是 泰国人喜欢在吃饭时加很多调味料吗 如果你觉得是 就回答菜 菜 如果觉得不是 就回答 卖菜 卖菜 想好答案了吗 三 二 一 答案是 他们喜欢加很多调味料 这个广告真棒 告诉人们健康的概念 就从减少调味料做起吧 今天看广告学泰文教了八个单字 实用又简单 学泰文真有趣 我们下次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